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之下 无在来之家将近有接近100名的住民 已经好久都没有办法回家 也没有办法外出参加社区的一些社区的活动 那连平常有到无在来之家来协助益检的一些益检社团 也没有办法来到本家来协助我们的家民里头发 那因应这样子的一些特殊的一个状况 那所以我们的教保员18851进出 希望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家民在无在来之家住宿期间 更好的一个住宿的一个生活 然后也能够有一些丰富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 那他们身心能够安稳下来 那所以我们的教保员就发挥了他们的常才 化身为很厉害的美法师 还可以依据家民的不同的一个要求 剪除不同的一个法系 那另外他们还变成裁缝师 来帮他们来修解他们的一些破损的一些衣物 那另外还有园艺师跟朋友们大师 另外还要满足我们家民 shopping购物的需求 我们还化身成了一个家民的一个福利社 那他们虽然没有办法出去 也能够去购买一些他们最喜爱的一些零食跟一些小物品 所以种种的一些措施在我们教保员的一个细心 贴心的一些安排之下 那不仅能够因应疫情 那我们的家民能够健康的生活 那同时也能够满足他们多元生活的一些需求 那这样子的一个安排 也希望我们的家民都能够快乐的生活 感谢观看